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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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一場穿上闪尾球裡面 你看到村民輕大後面有隻鬼 準備接著球一夜扔下去 我們要不應該提一提他 如果你真的在安全的情況下 又想幫到這個人的話 甚至乎首先你可以發出一個 有少少震撼性的聲音 因為讓遠一點和外圍的人 都知道發生了事 從而有所的警覺 這個震撼性的聲音 我現在可以示範一次給你看看 是嗎? 好了 如果有人在比賽途中脫了鞋帶 就來被自己的鞋帶擊倒的話 可以怎樣做呢? 你可以指罪鞋帶然後跟他說 好了 如果在樂場比賽的時候 對手用電話 知道你跟我聊天 很開心的相片來撐住你的話 又可以怎樣做呢? 你可以掩住自己的眼 然後跟你的隊友說 好了 如果十樓下場比賽的時候 有對手一個球 撐進去Mundo呢? 我會擋了那個球 然後指著那個人跟他說 好了 如果你一早知道阿萍跟安儀和Water 去日本 而她的精粗受到威脅的話 你可以急叫Julie 然後跟他說 看著 那如果有人因為塔皮炎 去這個這麼好玩的 穿制閃避球比賽的話 你又會怎樣做呢? 你可以掩住那個人 然後很認真嚴肅地跟他說 看著阿